妳要知道蟑螂其實我沒有很怕 我說好…你們就帶蟑螂來 結果他說姿佑姐 我跟妳講 妳就這樣 因為蟑螂會亂跑 所以我這個缸子在這邊 然後妳要開場的時候 妳把這一罐的蟑螂 妳把它倒進去 你倒進去 它才會集合在這邊 然後妳把那個雷達放進去 它才會不散開 它要這個畫面 我說好吧 妳要知道就像我們 我不敢吃榴槤 我賣榴槤我也要吃 所以好 我那一罐蟑螂 我說那妳把它打開 那個廠商就在旁邊 我就在那邊 我說打開 我其實已經很勇敢 我們現在要賣 我們的很難得的蟑螂 我們來看看蟑螂 為什麼會在你們家不見 然後我就開始打開 然後我就就這樣 快把他倒 倒完 然後一倒 就一直爬上來 然後我就一直爬下去 不行… 但妳還要講話喔 妳還…因為鏡頭帶著我嗎 所以妳要知道 我們等一下來看那個蟑螂 它怎麼會因為這個遺棄而離開 然後我就這樣一甩 然後跑掉 然後妳要知道蟑螂就這樣 斷氣 怕蟑螂 對啊 誰會關鍵給妳聚眾 然後他會爬出來 然後我就 唯一一個可以就是主持人可以動 我就這樣過來一點 然後我說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比 但是還好我一比 他們是有經驗 他們就去處理 他就趕快把他移到旁邊 他們就把他撥一撥… 用手撥喔 但我跟你講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當我一甩的時候 有些這樣就爬出來了 噴出去 然後你知道我就開始這樣子 我就邊講 我就… 我就開始 我就只能腳踢 因為妳很怕頭一樣 妳好像在跳踢圖舞 一台電影 一台電影 綠光 綠光在哪裡 還有唱歌 對 等一下叫他們叫緊張 但那一天就是 你知道到後來我就只能說 結果他就改名了叫燕之佑 不是林之佑 燕之佑 燕之佑 妳只能一直甩 因為妳很怕他跑妳這邊 結果我就只能想說 你們趕快看那個實驗 我就趕快比 我翻鏡頭過去就好了 妳就不要再看我了 然後我就開始在那邊甩 然後就開始一直抖 身上有蟑螂 不是 因為滿桌都是妳 妳那個會爬到身上 然後你知道 我就趕快把節目結束 就讓它起點花線 因為妳要收拾殘局 沒有 你就要馬上收 然後趕快再來用VCR搭 現場不能控制了 你知道嗎 恐怖的是 妳不能把它踩死 為什麼要放回去地方 等一下還要用 別的直播還要用那些蟑螂 等一下那一段有40分鐘 他要再繼續下班 他只先進民視藥而已 所以大家抓要把它抓回來 而不是把它踩死了 你知道嗎 對 什麼死人骨頭都能賣 我還賣過蜜蜂最恐怖 蜜蜂 蜜蜂蜜的時候都要有蜜蜂跟蜂 妳直接到… 我熱愛看公園 她直接到蜂園去 你看就是這樣活生生了 蜂園不好玩 妳一定要去讓她把蜜蜂帶來 妳要知道 我前面每次都會放很多蜂蜂 我剛開始賣蜂蜂的時候 我有時候賣嗨的就會很興奮 我就會忘記 通常第一個蜂蜂它可以打開 是上面套了一個網子 所以它飛不出來 我太開心之後 我以為它每個都有套 它整個把那個蜜蜂都帶來 有三四個嘛 只有第一箱的蜜蜂有蜜蜂 我在第二欄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 我就把第二欄也打開 結果第二欄賣服完這樣嗎 因為我不知道它沒有放網子 直接噴出 不是 他們會飛出來 你知道嗎 我一看它飛出來 我就趕快把它蓋起來 我後來就越來越勇敢了 你知道嗎 冷靜的把它蓋起來 但是 那是一個人是往那邊飛的 不會啦 那個是不是虎頭蜂 但是妳這樣會怕 因為妳忽然好像蜜蜂會過來 妳不要揮它其實還好 真的嗎 對 但是妳有噴那個法力香 它有香味 它就會往妳那個地方去 反正我就是 每次碰到這些動物 反正妳就那一集 整個攝影棚妳就開始很怕 它會不會飛過來 然後蟑螂會不會跑過來這樣 對啦 有時候反而這樣收視率會變高 因為大家說出錯了 看一下 下次就賣蜜蜂就整個麻煩 而且妳們這一檔還會一直重播… 就有得看 那個真實性 那個大陸的購物台 對 他們那個Live 一定Live嘛 對不對 賣菜刀 它那個刀真的削鐵如你 是 有沒有 砍… 胸部都砍得掉 剁什麼都是 就厲害了 來 找我來…剁 它剁骨頭 那個牛大骨 鬆 它 一刀下去 卡住 沒有 什麼 刀飛了 整隻刀射向三號攝影機 好危險喔 腳裡飛刀 好可怕 其實我賣過刀子我自己切 切到我的手 我的手已經流血了 所以我還是要繼續切 但是我就切過來我馬上手就放後面 然後就這樣 趕快收話… 快點吃血 沒有 妳這個時候應該說 你看有多力 有多力 有什麼 誰 Eason 來…Eason Eason的類型特別 他是鬼屋主持 除了動物很難控制之外 我覺得好秀令 節目效果做過頭 意外把女來賓繁鎖三個小孩 對 因為那一天其實我們 因為我們一般鬼屋外景的是 我跟無尊大當 然後我們那一天就想說 好 特別節目 我們就找了一個女的特別來賓這樣子 所以我那一天在錄影之前 製作單位其實就有交代我說 今天不論如何 你的重要的任務 然後所以我在一開始 在前面的時候 我就用各種方法 譬如說突然拍她一下 或突然就是大叫什麼的 已經無所不用其極 對 好可怕 然後她就是比較無動於衷這樣子 我想說不行 對 到最後一段的時候 我們要進去一個那個 廢棄的飯店的那個房間裡面 好恐怖喔 然後我就說 妳是個特別來賓 妳先走 前腳一踏進去 我就想說我要出大招了 我就把那個 她的那個門直接用力的這樣 砰 這樣把它關上這樣 關起來 你好可惡喔 對 然後 那時候我一定嚇死了 我覺得我製作人會氣爛 沒有 我就想說 製作單位一定會很感謝我 因為今天 我一定出來殺你 因為今天的那個 就是節目的最高潮我就 都有了 對 都有了這樣 但是我在把那個門 關上的那一瞬間 我就聽到一個金鎖的聲音這樣 那個門裡面的那個鎖 它在那個門的那個門片裡面 掉到那個地板裡面去 所以就變成說裡面的人 哪一邊都救不了 哪一邊都救不了 裡面的人打不開 然後外面的人要進去也打不開 那很可憐了 對 我就聽到張艾亞在裡面 然後 我說是艾亞 對 是艾亞 那天妳來邊是艾亞 她就說 拍夠了吧… 讓我出去這樣 然後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還想要安撫她 說你在裡面待一下 你在裡面 我們待會兒拍到那個 夠的畫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放你出來 然後艾亞那個時候的經紀人 她就在旁邊就發現 就情況有點不太對勁 然後就跑過來就跟我 就是那個時候已經停機了嘛 跑過來跟我講說 Eason 妳效果也做夠了吧 現在應該要把那個艾亞 艾亞放出來 因為她已經有點擔心了 真的要再拍她進去就好啦 然後我就說 我們真的沒有鑰匙這樣 然後她當下那個經紀人 就是發飆 就是變臉這樣 什麼東西啊 你們那個 如果你們那個沒有準備好 確定能夠開門的話 妳為什麼要拍這一段 什麼…這樣 然後我們 那個是在鬼屋啊 對 那個是在一個 那個廢棋 廢棋 好可怕喔 房間裡面有攝影機嗎 有裝那個GoPro嗎 有拍到嗎 還來不及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都沒有想到我會突然反而 所以裡面也沒效果 對啊 沒有裝個GoPro那還好 對啊 是大包耶 然後就聽到張艾亞在裡面 已經發出那個哭的聲音了 就邊叫邊哭 快一點…這樣 因為裡面是烏漆媽黑 而且手放不下 好恐怖耶 然後我就跟 白天還夜晚 晚上的時候 夜晚的時候 然後我就跟製作單位說 有 你看 哭了 他哭了 你趕快去拍他的哭聲 我有辦到你的那個 怎麼哭 給的任務這樣 後來我們就想說 我們就真的打電話找那個鎖匠 對 只能這樣子的這樣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 給那個附近的鎖匠 就說你知道這個某某漁港附近 有一個很有名的鬼屋嗎 然後那個 鎖匠就說知道啊 他說那現在麻煩你到這邊 我們有一個門上鎖了這樣子 我給你一個電話好了 我這裡是開不了 我們國畢有一個做道士的 你知道嗎 然後他聽到就說 就把那個電話掛了 應該有一次假的 對 他以為我們是在鬧他 在開完二座劇這樣 你現在跟艾亞還有聯絡嗎 他再也沒有來上過我的節目 沒有 他這日子 也不會好好跟你說話 你最後怎麼把它弄出來的 最後是我們工作人員 再回到台北 然後去那個公司裡面拿那個鐵錘 還有一些那個鋸子什麼的 然後我們這樣子來回 就是差不多車程一個半小時 再回去那邊 然後 為什麼不去隨便一個那種 水電好像買一下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快要半夜了 已經對 全部都關門了 這個厲害… 這可怕 小瓜 小瓜 14年了耶 對 沒有 其實從高中就開始主持開始算 OK 就是街上出場表演者被學生指證 氣不過當下跟學生爭執不肖 你真的很好 我們在五十二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 直播 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足